台湾U-Bike逐渐转换成2.0的车辆 逐借方便收费优惠 但部分民众不当使用 出现了违规状况评传 北北陶冶将同步实施新的违规祭典机制 累计7点停权1年 9架直接停权2年 台北、新北以及桃园市 我们在7月1号开始 共同推出了U-Bike违规祭典的一个制度 那违规祭典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民众骑程公共自行车 如果你有发生例如闯红灯 或者是双载或者是逆向行驶 等等的违规示证的部分 会祭典1点 那在1年内如果累积祭典满3点 会停权7天 那如果累积满7点的话 会停权14天 那另外如果针对酒驾或者是毒驾的部分 经过警方查证 认定违规属实的部分 那这部分会直接停权2年 那在开始停权之前 微笑单车这边 他会传递简讯 通知会员 你在什么时候 有什么样的违规的试证 那会给民众一个申诉期 7天的申诉期 如果在申诉期间内 没有做申诉的动作的话 那申诉期一过了 那微笑单车这边就开始做停权 那停权的时候 也会提供简讯 发简讯告诉民众 您被停权 停权几天 那也希望民众在骑乘公共自行车的时候 不但要爱惜公共财 那也希望民众可以在骑乘公共自行车的时候 不要违规 那特别是千万不能酒驾 不能闯红灯 也不能双载 保障您我的安全 除了违规祭典外 为了保障骑乘安全以及权益 市府也说明7月开始租借2.0 或者是2.01的补助版本 都会要求投跑才可以租借 市府也说明 投保民众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 同时保障民众权益 为了让骑乘公共自行车的民众 可以更有保障 那交通局这边 我们预计是在7月1号开始 针对租赁公共自行车的民众 如果你要租2.0一般的车辆的部分 需要填写投保的登记 那如果您是要租2.01 电动自行车的部分 电辅车的部分 那是需要强制投保的 那投保其实非常的简单 而且不需要提供任何的保费 那是由政府买单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 借由这一次的强制投保 电辅车以及参加医院登记的这个部分 市府交通局说明 7月开始U-Bike新制就会正式上路 在1年内累计3点会停权14天 累计7点会停权1年 若经过警方单位来举发酒驾 独驾等等 最终会停权2年 记得林渊峰才能报道